欸Paul啊 你幹嘛 我問你問題喔 什麼問題 有一個家庭 他有一個爸爸有一個媽媽 然後他們生了四個女兒 每一個女兒 都有一個弟弟 請問他們家裡有幾個人 七個人 欸甜甜 我問你問題 問啊 好第一題是 有一個家庭 他有一個爸爸有一個媽媽 然後他們生了四個女兒 每一個女兒各自都有一個弟弟 請問他們家裡有幾個人 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生了四個女兒 然後女兒都有一個弟弟 他們家有幾個人 女兒都有一個弟弟 女兒 有一個爸爸 有一個媽媽 然後他們生了四個女兒 四個女兒 那四個女兒各自都有一個弟弟 各自都有一個弟弟 所以他們家裡 所以他們家有幾個人 我知道到囉 四五六七個人 四五六七個人 嘿嘿 為什麼這沒有 欸英英 我問你問題 首先第一題 有一個家庭 有一個爸爸跟一個媽媽 然後他們生了四個女兒 四個女兒各自都有一個弟弟 所以他們家裡一共有幾個人 四個女兒各有一個弟弟 欸 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然後他們生了四個 蛤? 十個 十個嗎? 十個人 為什麼? 哈哈哈哈 因為四個姐姐 都有一個弟弟啊 對啊 都有一個弟弟 哈哈哈哈 七個 七個 是嗎? 好像是吧 哈哈哈哈 好像是吧 好然後呢 呵呵 所以是七個還是十個 七個 第二題 哥哥六歲 弟弟的年齡是哥哥的一半 所以哥哥十歲的時候弟弟幾歲 七歲 好那我問你第二題 好 我答對了嗎? 對啊 呵呵 想騙我 這小學生的問題 哈哈哈哈 好 來 我就算數而已 好 哥哥六歲 弟弟的年齡是哥哥的一半 等一下 所以哥哥十歲的時候弟弟幾歲 等一下 一早就傷腦 哥哥六歲 弟弟是他的一半 呵呵呵 所以哥哥十歲的時候弟弟 一半是多少 三 四 五 二 二 四 八 七歲 哈哈哈哈 你剛剛想說五歲對不對 沒有 我有認真想一下 如果沒想應該就五歲 哈哈哈哈 哥六歲 對 弟弟是哥哥的一半 所以哥哥十歲的時候弟弟幾歲 一二三 七歲 呵呵呵 是嗎? 我還是很簡單的加法 用手指頭 呵呵 第三題 是嗎? 呵呵呵 等一下 爸爸問女兒說 欸你看 六滑梯上面有七個男孩子 欸 沙坑裡面有三個女孩子 所以現在公園裡面有幾個人 十一個人 對不對 加爸爸 呵呵 是吧 爸爸問女兒說 欸 你看六滑梯上面有七個人 七個男孩子 七個男孩子 沙坑裡面有三個女孩子 喔 所以現在公園裡面有幾個人 七個加三個 十一個人 加爸爸 十一個人 爸爸問女兒說 爸爸問女兒 啊 那一次十二個 哈哈哈 忘記三個女兒 喔 有一天爸爸問女兒 你看 六滑梯上面有七個男孩子 沙坑裡面有三個女孩子 所以現在公園裡面有幾個人 所以現在公園裡面有幾個人 十二 哈哈哈 你剛剛答錯啊 我剛剛 我問你 哈哈哈 爸爸問女兒說 六滑梯上面有七個男孩子 沙坑裡面有三個女孩子 所以現在公園裡面有幾個人 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個 因為還有爸爸 是嗎? 十一個 所以爸爸問女兒說那個 沙坑上面有七個男孩子 有七個男孩子 七 然後 不對,溜滑滴上面有七個男孩子 沙坑裡面有三個女孩子 然後 爸爸就問女兒說 公園裡面有幾個人 公園裡面有 十個人 十個人 為什麼? 因為 三個男孩子 七個男孩子 七個男孩子和三個女孩子 總共是十個人 還有還有 還有問問題的 爸爸 跟女兒 是二個 答對了 所以 那我問你喔 今年是2019年 一月比二月還要多三天 所以2019年總共有幾天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等一下 三百六十五天啊 等一下 一月有三十一天 二月只有二十八天 所以一月比二月還要多三天 那2019年總共有幾天 那2019年總共有幾天 一月比二月還要多三天 一月比二月還要多三天 所以2019年總共有幾天 2019年 三百六十五天啊 不是嗎? 嗯 好聰明喔 怎麼辦 大家剛剛都有用質疑的眼神 看我 所以你也答三百六五嗎 今年是2019年 嗯 一月比二月還要多三天 所以 2019年總共有幾天 三百六十五天 是嗎? 不是 三百六十五天 你完全確定嗎? 一月是三十一天 二月有二十八天 三百六十五天啊 一年就三百六十五天啊 最後一題 嗯 攝影大哥 嗯 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所以十五年後幾歲 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我 我不是攝影大哥嗎? 我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所以我十五年後是 三十五歲啊 我 我十五年前 二十 十五年前二十歲 對 十五年後不就二十加十五嗎? 可是 三十六 呵呵呵 呵呵呵 所以 所以我 我十五年前是二十歲啊 對啊 你十五年前二十歲 那 攝影大哥十五年後呢 所以我今年幾歲 攝影大哥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所以我今年幾歲 是三十五歲嗎? 那我十五年後是幾歲 三十五歲再加十五喔 五十歲喔 哈哈 是吧 呵呵 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吧 對啊 喔 我十五年前是二十歲嘛 對啊 所以我十五年後 但是 呵呵呵 對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謝謝 攝影大哥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所以十五年後是幾歲 三十五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攝影大哥就是我嘛 我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所以我十五年後是幾歲 十五年前是二十五歲 二十歲 二十歲 哦二十歲 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十五年前 那我十五年後幾歲 你不知道我現在幾歲嗎 不是三十五嗎 所以我十五年後幾歲 三十五歲 不是 三十五是現在 十五年後幾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啥 我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是我現在三十五歲喔 對啊 那我十五年後幾歲 十五年後 在十五年後 三十五加十五 幾十歲 對啊 對啊 沒了 我們換飲 最後一題 攝影大哥 十五年前是二十歲 所以十五年後是幾歲 十五年前 幹嘛,我15年前很年輕好不好 所以這樣現在是35歲 35歲再加20等於55歲 15年後 所以 15年前是 幾歲 20歲 20加30等於50歲 答對了 欸他這一題答對了 對啊你怎麼知道他在問這個啊 不是嗎 時間上問你,欸拜託 數理科耶,他怎麼要問呢